全世界最古老的地鐵長什麼樣 我們搭到了希特爾羅機場 這樣子就台幣了差不多220-230 有150年的歷史 是全世界最貴的地鐵 而且其實夏天好像是沒有冷氣的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角落後 真的是稍微髒了一些 好 再說我是低能力 現在要離開英國了 今天來帶大家看一下 英國全世界最舊而且最貴的地鐵 那再去搭地鐵之前呢 我們先來搭一下巴士 也讓大家體驗一下巴士 有多貴 大家一定無法想像 公車來了 這邊基本上都是雙層巴士 沒有單層的 利用率高了一點 大家來體驗一下有多貴 用手機就可以刷 不需要郵游卡或者是投幣 他們這邊全部都是用這個Visa的卡 用信用卡 對 用信用卡 去二樓 要趕緊 有點晃 現在司機都不錯了 那看我走上來才看 那才看我難度 這樣多少錢啊 1.89 1.89 現在會有嗎 其他就一天扣一次而已 我們剛才真的搭這樣子要1.75 差不多 台幣快80塊 大家就知道這個公車到底有多貴 所以我其實捨不得搭 能走路就走嘛 等一下來看一下地鐵有多貴 我們好像要走那一個方向 我們好像要走那一個方向 那個方向嗎 Pi Report 好我們現在到地鐵站了 他們都叫Underground 我們現在要搭這個 The Satter Square Station 要搭的是PiPiTerry 這一班真的比較便宜 我們搭到了Citro機場 只要5塊6 那如果我們搭另一條叫伊莉莎百仙的話 要 自己開一半喔 超貴喔 所以我們現在要忙給大家看一下 全世界最古老的地鐵長怎麼樣 一樣都刷這個Visa卡就好 非常方便喔我覺得 不需要再另外儲值 那現在看到這個 補替也是比較有歷史一點 很深啊 所以剛剛這樣子就台幣了 差不多220-230 真的是蠻貴的 搭多久啊 18分鐘 喔大概58分鐘 大概58分鐘 對好貴 那如果今天搭伊莉莎百仙的話 會比較快一點點 可是也沒快多少 可是價錢是兩倍 所以當然我們省錢嘛 搭這個 皮皮克利線 PiPiTerry 走 走 非常有歷史的 PiTerry Line 我們要到Historal 哪一個你有看嗎 我們要到Terminal 4 Terminal 4這一個 這個伊莉莎百仙才會到Terminal 4 所以我們應該要到 Hatone Crush是嗎 這不用轉吧 還是要轉 你看一下 你直接到Terminal 4 這一台可以 這比余可不可以 好那要走 那走吧 這一條 這一條 旁邊非常多廣告 這個非常深啊 很像在走防空洞 你看這邊還在下去 我們要走右邊 這邊對吧 對啊這邊啊 啊你們看最下面啊 這最下面啊 對啊所以這一條啊 要轉的話這邊轉 我們看我們車會不會往這邊走 對好走 可以看到你看這個 完全沒有護欄的 但這個可以看到 這是非常古老的 有沒有看到 這邊就是一個洞 走進給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列車來的話 會有很多灰塵 這座PA2.5 基本上有150年的歷史 是全世界最貴的地鐵 也是第一部地鐵 它就是一個洞而已 可以走到這麼近 什麼房屋都沒有 這一點還是我覺得 加調還是比較安全的 我們就等這個車來 看一下營養不到 不好意思 謝謝 不煩燥啊 不煩燥啊 那因為地鐵防忙 所以他們這邊也會顯示 他們的支線是要坐哪一台 有點像火車啦 我們大概四分鐘會到那一台 到History T4 Terminal 4的 他們都不怕耶 都走很近了 在中國就吹哨了 就嗶嗶嗶嗶 History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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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人喔 應該是從機場來 可以看到 你看這個門非常舊 走 我們趕快先讓大家先下來 再上去 非常綠實 而且其實夏天好像是 沒有冷氣的 因為是150年前蓋的 有點太急了 沒辦法給大家看 這個座位是怎麼樣的 完蛋了 這個就是完整的倫敦地鐵 你看到超級複雜 光線路就知道幾條 1 2 3 4 5 6 7 8 9 4 11 12 14 14 14 15 16 17 17條 發瘋 而且有時候要轉來轉去 比較麻煩一點 現在終於人比較少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座位 它都是用這種布座的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角落 真的是稍微髒了一些 因為畢竟有一百多年了 可能布的座椅 真的比較不好清潔 所以角落真的有點黑 不過大家還是都正常做 他們也沒有點到點亮燈性 所以一般都是靠 聽跟看上面這個字 所以這部分就是英文 要稍微注意一下 再來我覺得一個比較好的設計 就是在椅子的兩邊 都有設計這種 既可以放行李 又可以靠軟電 我搭其他線的時候 還有設計摺疊的椅子 不需要做的時候就可以放行李 要做的話可以把椅子放下來 增加空間靈活度 不過因為地鐵有150年的歷程 車廂的電燈會一直閃爍 那也沒有像台灣一樣收得到網路 一下隧道就在斷網 所以如果去玩的同學們 記得路線要先查好 而且車廂間的通道也是不能走的 那比較特別的部分是 還可以自己控制 也不要開通風口 不過就是沒有空調 之前熱浪來的時候 倫敦夏天好像最高到47度以上 吃東西也是可以的 可是不能喝酒 蠻怪的 到站到站來 來 Terminal 4 這個椅子這個是倫敦愛死 這個站就比較新一點 沒有像剛剛的舊 因為這個很新蓋的 畢竟是T4航向 現在馬上搭飛機 那一般的話其實他們很多門關起來了 你可以再按一下按鈕就打開 那這台列車好像沒有 就他們如果有人太晚來 他也可以按一下打開就可以再上車 就是比較特別一點 大家玩倫敦地鐵的感想就是超級貴 真的很有歷史 在地鐵站也會看到很多奇奇怪的人 自然並不是很好 已經聽很多朋友在路上被搶手機了 還是會蠻珍惜台灣的自然 那這個油脂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發現其他更新爆紅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秀吧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內容